這首歌呢 也是黃介的歌 黃介真的前一陣子出了一張專輯叫我的高中同學 這段蠻還能幫我上傳到Youtube 一定要跟大家誇張他 然後也是他的歌 然後這首歌叫二十五歲 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是我二十四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覺得天啊真的太感動了 因為就覺得居然還有人願意為了二十五歲這種 好像很金黃不接的歲數寫歌 然後他就聽了裡面覺得好感動 然後裡面黃介跟我說其實這首歌其實對他來說是一首情歌 可是我覺得除了情歌之外 這首歌就是我覺得他默默地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情 可能黃介寫的時候並沒有想說啊 我要探討很嚴重的議題 可是我覺得他有一種好像你要面對社會的徬徨 那個更恐懼的感覺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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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過了一個夏天 又過了一個冬天 習慣新的想你失眠 到現在還沒有改變 再過個一天兩天 再過個一年兩年 我已經要二十五歲 就要面對這個社會兒女 是否還會出現 就像在我的夢裡面 陪我度過無數個漫長的黑夜 而你 是否還會出現 是不是沒有改變 像當初分開始的那種情節 又過了一個夏天 又過了一個冬天 習慣新的想你失眠 到現在還沒有改變 再過個一年兩天 再過個一年兩年 我已經二十五歲 就要面對這個社會兒女 是否還會出現 出現在我的夢裡面 陪我度過無數個漫長的黑夜 而你 是否還會出現 是不是沒有改變 像當初分開始的那種情節 是不是沒有改變 是不是沒有改變 一系列 以為原因是有機會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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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